各位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Joyce Chan 今天很開心請到《恩光書院》院長梁永泰博士過來接受我的訪問 永泰你好 你好Joyce 《恩光書院》我聽說有很多課程 你可不可以說一下《恩光書院》是一個怎樣的學校 還有他背後有什麼理念和宗旨呢? 我們相信上帝就創造天地 就叫人去管理所有的生物物物 所以我們有責任去認識每一個領域每一個學問 比如文學是講人性的 社會科學是講趨勢的 歷史是講意義的 科學是講大自然的定律和結構的 我們要認識從信仰的眼睛 去跟一些學問有一個活動 第二我們的信仰是落地的 道成肉身的 願你的國降臨 願你的子行在地上 而行在天上 所謂要入世 有處境 有當代的精神 是一個參與的 第三是栽培領袖 栽培一些重建國土 重建社會 重建成長的領袖 有生命的素質 盡心盡盡盡盡力 愛主你的神 有思考的 有承擔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宗旨 對於香港有什麼貢獻呢? 香港呢 都很受祝福 都是很多年的 比較平和 很多的難民走來找安全的地方 慢慢經濟起飛 但近來就政治動盪 社會變遷 很多的威脅 很多人心惶惶 所以我們覺得第一 要有一個主動感 不要只是百多年的殖民地的被動 我們的教育 我們的信仰 是一個積極的 第二 我們的小賭心態 不可以只是避 只是要尋求一個小的安人 要是一個承擔 大一點的社會 中西的橋樑 國家面向世界 我們要知道 是有一個的 民事節 和學問和信仰 是很重要的 對於這個城市的重建 國家的重建 世界的文明要參與 所以這個希望是我們的貢獻 成立了幾年的恩光書院 修讀過的學生 他怎樣形容 恩光書院和讀過的課程呢? 我們很珍惜每一個同學 我們有些是文憑 有些是證書 有些是碩士課程 有些是企業管理 主要是他們覺得自己的人 是比較看得深 看得遠 看得廣 有些是做醫生的 他以前讀過博士 讀過律師 現在就能夠綜合 他以前很散的 很專科 今天是信仰 與學問 與人生的結合 有些就是他 覺得他很多幾個角色 做媽媽的 做太太的 做教師的 是很分割的 現在他可以結合 在生命 在各學科的結合 有些是不敢承擔的 覺得自己小女子 我不敢做總幹事 但讀完我們之後 有一個信心的跳躍 與總幹事 有些是對於社會 不太認識 做一個好的老師 但讀完我們的碩士 教育領袖 就可以做副校長了 我們覺得整體來說 說生命有改變 有心化 對社會有承擔 這個我們都是料以恩惠 嘩 我都很開心 聽到學生的改變 希望恩光可以秉承宗旨 發揮高等教育的光芒 多謝你 永泰 多謝你